《嘗試鏈驅物》 《嘗試鏈驅物》 很多人會很關心 除了官方所說的《轉發科》之外 究竟有什麼書籍 其實我們《 Best Man Original》 一直都緊貼著《加州里的科技》 我們亦都在八月正式引入了 《道比Edmos》全景嶇 家庭演習系統製作功夫 包括最新版本的藍芳製作品 因為為了配合整個 Atmos 全影聲的交流影院的Ecosystem 整個生態鏈 所有的東西都要記載 而我們也根據官方的標準 是用7.1.4來做我們的混音標準 待會有機會我們可以帶大家去看看 我們在製作Atmos 全影聲 7.1.4的混音裏面 究竟我們的房間的設置是怎樣 甚至乎我們都會有一些片段 給大家聽就是 香港亦都會緊貼著 做一隻中文的鏈影 是會推出藍芳碟 有Atmos 全影聲的音效 我們盡量希望可能會在10月內 就應該可能會推出到市場 我們暫時應該是亞洲區內第一間公司 支援Atmos 家庭影響制作的公司 而藍芳碟也是 我們接下來的目標是 除了做藍芳碟以外 我們也會針對網上串流的供應商 因為到比Atmos 的另外一個支援 是做over-blog 做stream 換句話說 接下來有機會 你們用網上串流的服務去租片 或者去買片 這樣看 都有機會有Atmos 的聲效 可以傳送回到家 所以接下來的擴音機 或者是喇叭 大家就不用擔心 會不會只有2A碟 可能是不止的 這個應該是大家值得難以為的 因為現在網上的生態都比較 開始澎湃了 其實Atmos 本身 利用了一個 sound object 的團體 不再計較多少聲軌 去製造它的音效效果 其實在戲院的 Atmos 上 最高是支援 118 個 sound objects 我們意思說的可能是 一個直升機 或者一顆子彈 或者一顆車 就是說你在同一時間 可以有 118 個不同的 object 隨意擺盪 甚至乎加放它那個網上的大小 擺位 它製造了一個完全 3Dimensional 的感覺 而且它的好處就是 每一顆的 sound object 都是有自己的一個獨立的定位 不是用以前的 matrix 的原理像 在同樣的情況下 亦都可以在 所謂的scalable 可以擴大或者縮小 因為其實它是 所有的運算 是以即時運算演繹出來的 在戲院裏面都是 每一條 sound track 它們都是 有一部機器是即時 將一些數據 render 重新擺位 所以 甚至乎 你說一間戲院 有 24 個喇叭 有 36 個喇叭 或者有 40 幾、 56 個喇叭 對它們來說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所以